大家好,欢迎回到晚风汉语,我是Mia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中国最近大家都穿什么 这也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呢?现在是三月中旬,是早春 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天气变化很大 早晚温差也很大 所以在街上你会看到穿什么的人都有 有人穿羽绒服,有人穿大衣 有人穿卫衣,有人穿毛衣 还有人已经穿上了短袖T恤 真的是穿什么的人都有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乱穿衣 中国有一句俗语 叫二八月乱穿衣 这个二月和八月是按中国农历来的 其实也就是公立的三月和九月 就是现在,现在是一个乱穿衣的季节 你们那里,你们那里现在天气怎么样呢? 你最近穿什么衣服 请留言 告诉我吧 那早春在中国 应该怎么穿衣服 中国还有一句俗语 叫春五秋冬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五就是遮盖 也就是说 在春天 尤其是早春 尽管气温已经比冬天升高了不少 还是应该稍微多穿 还是应该稍微多穿一点 这就是春五 这样呢 这样呢 不容易感冬 不容易生病 秋冬 也就是说 在早秋 气温比夏天已经下降了一些 但是不要急着夹很多衣服 让身体适当地动一动 这样呢 对身体比较好 也不容易生病 这就是春五秋冬的意思 那如果你三月来中国 该怎么穿衣服呢? 很简单 就是看天气预报里的最低气温 像我在南通 最近中午最高气温 大概有十七八度 但早上和晚上 可能只有五六度 那就根据这个五六度 来穿衣服 你可以穿薄羽绒服 或者厚外套 最好还要戴个帽子 这样你就不会感冒了 你们那里有什么 关于春天穿衣服的俗语吗? 是要春午 还是春冬呢? 请留言告诉我吧 这里是晚风汉语 我是Mia 别忘了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